大师,我此次上山来的目的就是问你一件事 儿等有何事便可明说 我想问,还有没有机会抓住白小杨了 此事你问我无用,要看你的心 大师,我误了,你是想告诉我 只要我想抓住他,就能抓住他了 那你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吗? 左边 你是告诉我,他在那里对不对 施主自己知道可好 这下你可跑不掉,我可是得到了大师的真传 班长,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只需要把电脑给我就行 别愣着啊 班长找过来的速度还真快 还好我提前准备了陷阱 这算石块也是假的 里面被我藏了巴巴 后面的压力板才是我的密室 打开这个开关,旁边就会出现个楼梯 不过二楼是不能去的 我这个地方还比较安全 这地方,怎么还会有陷阱 看来真是大意了 这钻石,应该是他小子的宝物 等等,我刚才眼花了吗? 怎么掉落的,是两坨巴巴 还有这语文书 一看他的作业,就没有写 书在这里,他小子肯定 这怎么还有个压力板 前面的开关应该有密室 拉一下试试 原来出现个楼梯,上去看看 没猜错的话,怕小子 听着声音,班长已经中计了 旁边有个煤炭框 后面是陷阱 这里要开车走 看到前面的大夫了吗? 那是我提前安排好的 只要一碰他,他就会生气 生气了就会召唤他的同伙 然后他们就会攻击班长了 为了防止误伤,我还是躲远一点 这个鸡脚嘎拉就非常不错 这附近,肯定有隐藏的密室 怎么还有一个落网的爆爆弹 让你们敢炸我 这就是下场 车就掀不开了 去旁边的煤炭框看看 我就知道,这肯定 不管了,还是开车去追他吧 我好像看见大夫了 果然是他 他怎么玩这小子的电脑 你说,是不是白小羊就在附近 谁在附近 卧槽,喝假酒了吗 怎么眼花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会报价,是吧 你厉害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去这个沙发下面找他 嘿,你还瞅什么呀 是我,你爹 笨 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 你还整了什么 哎呀,这怎么回事呀 啊 BEEP